陸港天后宫上百尊 做客媽祖每一尊都獨一無二 每每要出門前 廟方把關再三 反制不肖人士動起歪腦筋 他寫的電話號碼的話 我們會立即的先跟他撥通一下 然後溝通一下 確認一下電話號碼是正確的 列冊的申請書作為依據 必須以雙證件證明身分 向家有喜事或住處社談 拜提供 通常為期三天至一星期 碰到宮廟作家或遶境 申請的做客媽 可達一個月左右 時間到了再護送回天后宫 媽祖回家了 廟方人員還會仔細核對這一處 這個就是他的封號 對 自己獨一的封號 然後出去之前的話 都會登記在案 台中烏日六房媽也有做客媽祖 包括捷運媽 開機媽 以及另外六尊六房媽分靈 共有八尊 一次最多三天 專屬的請審本上手寫記錄下個人資料 借走的媽祖及用品 第三天上午的七八點 廟公會以電話提醒告知九點就需歸還 目前是沒有 但是還是有遇到就是我們會 請警方來協助我們把媽祖引請回來 大家都在拜託 做這種事情就很不對 也有宮廟要求寫下保證人 一旦神尊遺失 需負連帶責任 宮廟守護自家神明 各有對策及應對之道 畢竟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三立新聞許淑瑋王子瑜綜合報道 Blockchain